县政府举办2018南投星空记记者会 除了申请和欢山国际暗空公园外 也正式迎接南投星空记的到来 并公布县内五大星空地图 山林溪、清静、溪头日月潭 以及侯探景观省区 县内提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及串联环境生态保育 为星空族提供更多欣赏银河星空之美的好场所 和欢山拥有高海拔、低光害等天然条件 为台湾知名观星、望月、赏银河胜地 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最新竹观星 而为了改善光害与环境维护 先赋与相关单位共同向国际暗天协会申请 争取认证为和欢山国际暗空公园 让满天星光成为南投县观光的新亮点 我们县政府要来开发一个 台湾目前所没有的 就是和欢山国际级的暗空公园 就是因为暗空公园 它有特殊的意义、特殊的环境 唯有和欢山才有 所以我们县政府 跟我们天文协会 还有我们东斯林长 来共同研究 要在和欢山开发一个 这个和欢山国际级的暗空公园 整个和欢山区的一个室外灯光的投计 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灯光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都符合暗空公园的一些规范 所以我们在送件之后 我们相信说我们很快就可以认证通过 县长林明珍表示 南投县拥有重力高山景致 丰富林地而成为观光旅游首选 现在准合县内各区绝佳观星位置 结合山区地理环境优势 守持办理星空计 邀请民众与星空来场浪漫的卸购 县政府在英峰有一个管理站 这个管理站可以说环境相当的优美 有停车场有休息空间 那么在设置这些仪器 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亮丽的白天 来清静来和欢山赏花 来清静赏美景 那么晚上你就可以来欣赏 我们的岸空公园的星星的美丽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南投县 就是一直以观光所都为前进的目标 我们要以创造大自然为我们的景观点 县长林明珍并公布县内五大星空地图 包括三年溪、清静、溪头、日月台 以及侯探景观星区 就是希望能够保留住星空美景 以及保护夜间、自然生态 观星活动将在本月的23号 于307登场 不只能够透过望眼镜 探索星空奥秘 还能够用手机拍摄月球陨石坑 系列活动详情请加入 乐旅南投脸书粉丝团 或上南投好好玩来查询